8月1日 鸿海股价随大盘及国际股市站稳期限 作者,Ada 今天台股上涨442点 成交量4307亿 指数收在22642点 外资群今天买超162亿 是近17个交易日以来买超最多的一天 我之前和大家说过 外资群波段能玩差价的就是5000到6000亿 之前买了5000到6000亿后 因为台股上涨赚了50% 所以可以卖出7000到8000亿的水准 近27个交易日也卖了4000多亿了 手上能卖的大概剩一半 这时会有人说 外资群为什么不快速的卖完呢 让指数直接杀到见股 我就问一句 这样做对外资群有什么好处呢 外资群波段买卖股票的目的有几个 已是赚差价 最近卖了4000多亿赚得很开心 等于就是把手上买的一半卖掉 就差不多拿回之前买的资金 剩下的库存几乎都是赚的 也不急着一直卖 外资群现在如果一直拼命的卖 当然是有可能造成散户人采人 这样外资群就能顺利的买回 但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也有可能外资群把手上剩下的3000到4000亿卖光 没有出现所谓的散户人采人 那时外资群短线就失去了对指数的掌控能力 那我再问大家 外资群把手上股票卖光 大概要花一两个月 当外资群把波段手上的股票都卖光了 AI产业年复成长4成 台积电AI营收到2028年年复成长5成 这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如果外资群把手上股票卖光后 没有造成散户人采人 那之后外资群就只有两个下场 一就是加价把股票买回来 二就是眼睁睁的看着AI百年大行情流口水 所以外资群卖了一半后 其实他们就不急了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我口中的外资群是一群 而不是一个 大家如果有玩短线的经验 你应该知道短线就是零和游戏 勾心斗角 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外资群波段玩短线 他们当然也是在投机 也就是勾心斗角 在上涨时他们一副很团结 但他们也是都在等一个稍纵即逝的高点 生怕自己卖比较慢少赚了 最近外资群卖了4000多亿后 等于就是卖掉手上约一半波段买的部位 剩下的成本都很低了 现在外资群就很灵活了 外资群现在可以再卖另一半 也能买回另一半 就是散户怎么动作 大家应该有发觉外资群卖了4000多亿后 股市的气氛就会变比较悲观一点 上涨的气势也没有这么强 散户也没有这么狂热 有一些在下跌的过程还会恐慌杀出 外资群现在可以以盘整代替灌杀 很多散户也是经不起盘整 重点是在下跌2000多点后 只要开盘向下跌 然后再向上涨 散户就很有可能卖出手上持股 外资群反正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就不会硬去再灌杀 手上的部位还是得留一些的 毕竟AI百年大行情摆在那 AI产业趋势还是不变的 厉害的短线客 也不可能去赌AI百年大行情不发生 了不起就是觉得短线太热 卖出一些手上持股 现在高档实现获利 如果股价下跌时 他们就能逢低买回 要是又占上所有的均线 股市又转多头 外资群认错买回的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我才会判断指数 该在季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今天三大法人在红海也没有买多少张 合计才买超了3135张 股价就上涨4.5元 今天红海股价在上涨时 大家应该能很明显发现上面有挡大单 大家盘后再去看主力筹码分析 就能发觉有一些外资群 如美琳赔钱 外资群也没有大买 就是在做买来卖去的差价游戏 有的外资群则是互盘 现在台股气氛也是偏空 有一些外资群及主力就会偏空操作 早上先卖出 盘中或尾盘再买回 所以就会在上面挡一大堆的卖单 企图让散户觉得上涨的压力很大 只要很多散户受不了 就会把手上的股票卖出 这样短线外资群及主力就能赚到差价 短线如果是技术派接手的话 常常就会出现这种下跌了后上涨 不然就是上涨了后下跌 这都是很健康的情况 反正短线课可以帮助去拔嘴巴说有信心 但股价波动就自我心里面崩溃的散户清出场 每一个人在投资时都说自己是价值投资者 能抱长期 可以像指数型投资者这样买了放着不动 但偏偏很多人看到股价上涨了 他就觉得自己得到了 看着股价下跌了 又觉得自己失去了 时间只要一拉长 这种人很容易就会自我心里面崩溃 投资想要做到大智弱于不容易 我常和大家说 你不要常常在赌桌上述前 外资群 主力 短线课 投资客就是常常利用股价波动 让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试想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贪婪了 恐慌了 你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你在理性时明明知道放到 2028年到2031年能赚一两倍机会很大 结果你就是会看到上涨了9元 又下跌了9元 又上涨了10元而卖出 原因使是怕隔天又跌10元 这样你就少赚到10元 当初鸿海股价在100到105元整理时 很多人也是觉得100元买 105元卖好轻松 结果100到105元 接着在105元到100元 来回个10次 20次 50次 很多人就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 就105元卖 准备100元买 最终就是有3万个股东被洗出去 还有在120元被洗出去的5万名股东 他们也是觉得在120元卖后 只要在100元买回来 这样就赚到两年鸿海的获利 他们明明知道鸿海股价净值比才1.1倍 还在系统性非理性崩盘价 结果就是因为这20元的差价而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害怕失去20元 结果最终失去了100元 还有在132元卖掉的4万人 他们也是一样的行为 所以大家看到在100到105元 120元 132元 还有短线比较小波动被洗掉的 其实他们就是看到股价上涨时 就把股价转换成自己赚到的钱 才会产生这么重的的失心 对三大法人来说 他们拿的是投资人的钱 涨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会怕少赚了 也不怕又跌回去了 大家按赞并留言 股价波动仅是对短线投机刻有意义 如果你太在乎短线微小的波动 平常又喜欢在堵桌上述钱 股价波动时时你容易自我心里面崩溃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鸿海股价随大盘及国际股市站稳季线 2. 没基本面因素时就是技术分析决定走势 3. 为何指数投资者要打死不卖股票呢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63.57亿 投信买超台股74.68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53.71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184.53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4213口 期货留仓空单41342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19114口 今天台股成交4319.74亿 上涨442.75点 涨幅1.99% 收在22642.1点 电子上涨28.72点 涨幅2.44% 收在1205.01点 金融上涨12.74点 涨幅0.61% 收在2089.03点 外资群在卖了4338亿后 今天买超163亿 三大法人买超184亿 前一阵子自营商也是卖得很夸张 最近台股反弹时还是会墙中透弱 这就是因为外资群卖了很多股票出来 反正大家记得一件事 外资群波段就是会拿个5000到6000亿出来玩短线 时间介于半年到一年 也有可能几个月就一个周期 在外资群波段把手上5000到6000亿买光时 指数未接级股价一定就是相对漂亮 那时指数级股价上涨时也会相对疯狂 会这样的原理很豪动 外资群把波段散户的筹码埋走 外资群在拉台时 波段的筹码都在他们手上 所以股价上涨自然不会有什么压力 最近外资群卖了4000多亿 这些股票就是落在散户手上 前几天台股大跌时有进场买的散户 今天看到台股大涨可能就卖了 就和外资群玩你丢我捡的游戏 指数在向上涨时自然就会显得稍微弱势一些 而且散户及外资群也知道 目前台股就是看国际股市脸色 只要美国科技股财报好 美股上涨 那台股就会跟着上涨 美国科技股财报不好 美股下跌 台股也会跟着下跌 之前台积电还很强时 台股根本就不甩国际股市 反正吃饱没事干就是上涨 国际股市的涨跌也不一定能影响台股 现在外资群卖了4000多亿后 台积电也跌了一段了 所以台股现在就只能看国际股市脸色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赵丰鹿港 买了1975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1767张 第三名的是元大 买了886张 第四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789张 第五名是摩根大通 买了699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上海汇丰 卖了2348张 第二名的是富邦 卖了2304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台北 卖了2145张 第四名是元大台北 卖了727张 第五名的是气银 卖了634张 今天大摩及小摩算是小买拉台 美琳今天买4561张 卖5141张 合计卖超580张 当充赔352万 美琳以为自己每天都在过年 瑞银今天也是买6376张 卖6479张 合计卖373张 当充赔149万 昨天我有和大家说 最近鸿海股东领到股息 所以多少会进来买一些 不过最近鸿海股价连续四天上涨 这些领到股息的股东还没有动真格买 也许仅会有一些眼睛闭着就买的人 但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会比较倾向股价下跌时会进场互盘 所以接下来如果国际股市下跌 造成鸿海股价下跌 很容易就会出现股东互盘买器 鸿海的股东很多都是属于价值投资者 领到的股息很多都会复利在投入 尤其是手上张鼠不够的人 最终持有的张鼠才是决定 未来你是否能赚到对你人生有意义的财富 记得之前鸿海股价一直在100到105元整理时 整理了近三年 那时会有很多人在那酸言酸欲 说鸿海股价都不涨 那时我就说 股价不涨或盘振 那是给你薪资、奖金、股息再投入的机会 未来股价如果涨上来了 张鼠才会决定一切 那时有一些人可能会不信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是相信的 最近几个月鸿海股价涨了一倍 这时你看一下自己的账户 是不是觉得还好当初有持续的负利在投入 之前我有和大家说过 如果我进去投资一档股票 该档股票在我买进每几天或几周就涨一倍 我反而是不喜欢这样的走势 因为几天几几周的时间 我根本就买不了多少股票 股价涨一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以鸿海股价在100到105元整理三年 我光三年股息再投入 就多了不少张 这一次进来赌AI百年大行情的人 就是会到2028年到2031年 股价慢慢地随着获利上涨也是好事一件 很多时候股价会是一开始涨太多 后面开始修正 但方向感不好的人 看到股价修正 他就会觉得AI产业已经泡沫 其实单纯就是一开始涨太快及太凶 后面修正一阵子后 时间也过去几个月了 鸿海营收集获利也逐渐显现 如果跌过头的话 开出营收集获利就会再走下一波行情 这就和主人与狗一样 这可以用在经济上 也能用在股价上 你牵着一条狗去公园走一圈 有时狗在那闻来闻去 往前冲或是尿个尿 主人就是往走一圈的方向走 狗就是会有时超前 有时落后 只要你知道主人前进方向 最终狗是会回到主人身边的 AI产业也是如此 我们先确定AI趋势 至少成长到2031年没什么问题 一开始AI营收集获利都还没有出来 就一堆人吹得会飞逝的 股价就涨到天上去 之后自然会修正一些回来 鸿海之前被市场看衰 股价净值比极低 冲一波后 股价净值比约1.8倍 这还是属于很正常的股价净值比 AI产业慢慢发酵 鸿海一时跟着大盘修正 其实没啥好担心的 我们只要确定AI产业趋势 2028年到2031年 我们就一定是正确的 过程中 你就是好好的增加张数 及好好抱着 今天鸿海上涨4.5元 收在202.5元 成交量70690张 外资群买超1391张 投信买超1478张 自营商买超266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3135张 鸿海股价连续上涨4天 把7月26日下跌的9.5元都涨回来了 最近鸿海股价上涨时都会有卖压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 因为7月22日及7月26日鸿海分别下跌11.5元及9.5元 有一些散户在这两天下跌时买 成本大概就是192元左右 加上在7月22日买到的人 在7月23日上涨9元没卖 7月26日又跌了9.5元 这就会让散户产生得到后再失去 觉得之前上涨没有卖到好可惜 这就是这两天鸿海股价涨上来会被卖下去的原因 另一部分是因为鸿海目前也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利多 也是会跟着大盘的技术线行走 鸿海要有效地向上突破 一来是靠基本面 也就是营收及财报 二来就是外资群卖的差不多 然后下一个波段买盘进来 近20几个交易日外资群卖超4000多亿 这对鸿海股价走势自然是会有影响的 外资群如果短线买走够多的流动筹码 就不会出现最近几个交易日这样的情况 最近几个交易日就是散户买到赚差价 及得到后怕失去的卖压 新闻说 鸿海科技日展示规模倍增 AI为主轴秀三大平台应用 鸿海今天上午首度开放展销厅 发言人乌俊逸表示 今年鸿海科技日展示规模预计倍增 内容以人工智慧AI为主轴 展示包括新款电动车 以及在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城市三大平台与结合AI应用的场景 鸿海上午首次向媒体开放 位于内湖的展销厅 展示旗下各事业群 鸿海研究院 关联企业包括工业复联 鸿华仙境 复制康 红腾精密等最新科技和产品成果 鸿海表示 展销厅耗费超过新台币数千万元 费时大约三季时间打造完成 采用3D立体风扇以及视觉暂流技术 透过数位化内容介绍最新技术产品和研究成果 包括电动车和关键零配件 低轨卫星 AI伺服器 智慧型手机等项目 以及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城市三大平台的发展布局 乌俊逸表示 展销厅是今年鸿海成立50周年庆的一系列成果之一 运用虚拟数位科技呈现技术成果 减少实体展示 传达集团高科技元素内容 欢迎各学校和机关团体组团参观 谈到今年鸿海科技日规划 吴俊逸表示 今年科技日将在10月8日和9日举办 将于9日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 展示规模预计增加一倍 邀请上游供应链伙伴与下游潜在客户共襄胜举 内容以人工智慧AI为主轴 展示包括新款电动车等 以及在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城市三大平台与结合AI应用的场景 谈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是否会出席参加今年的鸿海科技日 吴俊逸说 请大家拭目以待 鸿海一日在内湖厂办打造全新展示间 针对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是否参加将在10月举办的鸿海科技日活动 鸿海发言人乌俊逸表示 拭目以待 针对今年的鸿海科技日 乌俊逸说 今年是鸿海成立50周年 今年的科技日将提前于10月8日举办 场地规模将扩大一倍以上 且开放对象除了供应链伙伴与投资人 也将同时开放给所有民众参观 他表示 鸿海为增进国内科技教育能量 与内湖厂办大楼全新打造集团展示间 内容包括人工智慧 量子技术与资通讯产品规格等 欢迎各级学校与相关机关 团体人士申请参观 吴俊逸说 今年鸿海将展现累积多年的AI实力 今年集团科技日的主轴就是人工智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slogan 口号 叫Accelerating Imagination 加速想象力 此外 今年科技日还有一项重要元素 就是发布新产品 鸿海科技日今年的新品除了电动原型车 还包括智慧电动车 智慧程式 智慧制造三大平台与人工智慧结合的应用场景 无论硬体 软体 发表的内容丰富程度都将超越往年表现 今天台股跟着美股指数反弹 昨天挥大股价大涨12.81% 使得台积电ADR晚上就大涨了7.29% 台纸业盘也上涨了369点 今天台股一早就开高来到22564点 上涨347点 今天大盘季限22341点 周线22269点 开盘就因为国际股市大涨而占上季限级周线 这也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今天台股的月线23236点 台股今天最高来到22465点 距离月线还差了771点 差了3.43% 这很符合之前我对大盘走势的看法 就是在季限及月线之间整理 国际股市上涨 台股就上涨一些 如果国际股市上涨的幅度不够大 指数就容易被周线打下来 这两天台股指数上涨到周线就被打下来 在下跌时又很有支撑 这也是我说的 最近因为美国科技股开财报 指数容易暴涨及暴跌 而且大部分的大型全值股都会跟着指数而上涨及下跌 这时想要操作短线 就仅能用技术分析 也就是统计 如果又有新的美国科技股财报很好 那就有机会去挑战月线 如果美国重量型科技股财报不好 下跌就会以季限当支撑 大家应该有发觉最近台股成交量变小 一来是台股下跌了2000多点 二来是美国科技股开财报 指数很容易大涨及大跌 接下来8月到8月中 就会换台股的公司开出第二季财报 昨天大家有看到联发科开出第二季财报 联发科31日公告第二季营运结果 第二季财报表现人不俗 缴出美股税后盈于16.19元 毛利率则为48.8% 单季净利为259.5亿元 即减18% 年增62% 毛利率表现比上一季差 结果在台股大涨442点的情况下 联发科今天持续的下跌40元 跌幅3.27% 这就是股价涨太多 后面验证财报不如预期会有的结果 大家应该从联发科的股价走势 就能知道技术面及基本面的差别 如果联发科昨天不要开财报的话 以纯技术面的走势来说 联发科今天股价会去挑战季限的1291元 结果因为财报不好 所以去回测半年限的1189元 今天联发科跌到1180元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如果大盘不涨442点的话 联发科股价会跌得更惨一点 很多人搞不懂什么时候该看技术面 什么时候该看基本面 其实基本面及产业面 一季只会开一次财报 三次营收 平常一些产业消息 每一次营收及财报能影响的时间 也不会太多天 平常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情况下 自然就是技术面 消息面 筹码面会去影响股价 所以这样大家就能知道 为什么一些大型全职股的走势会这样 我们来看台股第一大及第二大全职股 最近台积电及鸿海没有新的基本面 及产业面的消息 所以今天台积电及鸿海 就是技术派持续接手 既然台股今天过了季线及周线 然后还没有站上月线 那台积电及鸿海的走势 一定也是差不多就这样 今天台积电的季线921.3元 月线997.5元 今天台积电股价最高969点 距离月线还差了28.5元 今天台积电最终收在960元 上涨26元 站上季线及周线上 但一样是在月线下 鸿海今天季线193.3元 月线208.7元 今天股价最高205.5元 在月线208.7元 最终收在202.5元 股价上涨4.5元 今天台积电及鸿海 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的因素 所以就完全按照技术面在走 单纯就是挥打股价大涨 国际股市大涨 台股大涨 台积电及鸿海也跟着上涨 上涨的幅度也都差不多 因为鸿海昨天就已经站上了周线 所以今天比台积电稍弱一点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有趣之处 反正几天下来 大家的涨跌幅就是会累积是差不多的 今天是8月1日 鸿海在4个交易日就会开7月营收 理论上就是会年增双位数 去年7月鸿海营收4692亿 虽然7月台湾有两天台风假 不过鸿海的产能是遍及全世界 对鸿海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就算有影响 应该也仅是影响一些 鸿海连续4个月营收年增双位数 接下来营收会持续年增双位数的几率也是很大 当鸿海开出营收及第二季财报时 就会出现和一般大型全职股不同的走势 不再会适合大盘 台积电一模一样的走势 这是不是很好理解呢 大家看联发科 昨天开出不好的财报 今天就走自己的路 直接就是下跌3.27%交个朋友 台积电及鸿海站在季线及周线上 准备去挑战月线 结果联发科去回测半年线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了 在鸿海中的主力做多外资群 会希望鸿海股价在季线及月线整理一阵子 这样鸿海的半年线才会提高 因为财报友好也有坏的可能 谁也不知道明天及意外哪一个先来到 所以主力外资群及内资 让鸿海股价先在季线及月线整理一阵子 这样可以把鸿海的半年线拉高 昨天鸿海半年线161元 今天提升到161.8元 每过一个交易日 鸿海半年线就会往上提升0.8元 这样20个交易日就能提升16元 30个交易日 也就是一个半月 就能提升24元 一个半月后 鸿海半年线就来到185元 不过鸿海财报是8月中就开了 剩9个交易日 所以鸿海开财报时半年线应该会是169元左右 有可能趁着7月营收很好 先把股价拉上月线 如果财报有意外 会跌破月线 然后回测季线 这样比较合理 不然8月中去回测半年线169元 这对主力外资群及内资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大家看一下今天广达及伪创 一样是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的因素 但今天广达上涨6.05% 伪创上涨3.3% 上涨的幅度比鸿海的2.27%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广达昨天是半年线的保卫战 今天上涨6%后差一点碰到际线 但还是在际线下 之所以广达在修正时跌比较重的原因是股价净值比太高 所以在下跌时就会跌比较重 当大盘反弹时 因为广达下跌的相对多 所以上涨的幅度也会相对大 伪创已经跌破所有的均线了 等于是被看破手脚的一家公司 今天上涨3.3%后 股价还是在所有的均线下 伪创的股价净值比虽然没有和广达一样高 但股价净值比比鸿海高 所以在修正时自然也会修正的比较重 大家会想 鸿海更有潜力成为产业龙头 我买一家股价净值比更高的三线AI概念股干吗 买伪创不如买鸿海 因为鸿海股价净值比低 在下跌时跌幅也会比较轻 时间只要一拉长 鸿海目标AI伺服器的四成 时间越久对鸿海越有利 所以鸿海和伪创一相比 鸿海就显得进可攻 退可受 在股市修正时因为股价净值比相对低 下跌的幅度会比较轻 之后AI伺服器出货量够大时 鸿海是产业龙头 可以吃到前三年的蓝海期 三到五年的成长期 五到十年的稳定期 十到二十年的饱和及衰退期 大家看一下在苹果手机竞争就知道了 当苹果手机饱和时 伪创集合硕就会被鸿海压着打 你想要投资一家公司 当然就是选股价净值比低 竞争力强的公司 谁会没事去买伪创 有一些短线客 投机客为了炒炒股价 这种人会去买我没啥意外 但你还是得懂你自己想要干吗 目前普遍市场最认同的AI概念股组装厂 那就是鸿海及广达 所以这两家股价一直都是相对强势的 新闻说 Fed决策声明更动强调就业风险 暗示降息将近 美国联准会31日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会后声明做了三处改动 暗示降息的时机将近 会后声明的三处改动分别如下 第一 在失业方面 表示失业率已经上升 但仍然处于低档 在6月的声明中 则表示失业率仍然处于低档 并未提到上升 第二 在通膨与就业两项使命的平衡关系上 Fed表示达成就业与通膨目标的风险 正持续迈入更好的平衡 在6月的声明中 则表示 过去一年来达成就业与通膨目标的风险 已迈向更好的平衡 这一处改动隐含生意 而所谓进入更好的平衡 是在暗示原先通膨风险较高 就业风险偏低 而现在则是通膨风险下降 但就业风险升高 使两种风险取得更加的平衡 这也意味着降息时机更为成熟 第三 在经济展望方面 Fed表示 委员会关注双重职责的双方面风险 而6月时则表示 委员会仍高度关注通膨风险 此一改动 再次强调Fed现在对就业的关注相对提高 综观三项改动 都与就业风险有关 而强调就业风险升高 也就意味着降息的时机更为接近 一级9月降息的几率升高 新闻说 台达电Q2获利创7级新高 每股赚3.83元 下午举刑法说会 台达电公布第二季机报数字 第二季税后净利99.48亿元 创进7级来新高 也是历史次高 每股盈余为3.83元 台达电将于下午举刑法说会 对于产业景气及公司营运将会进一步说明 台达电第二季营收1034.45亿元 即增13.3% 年增2.87% 税后净利99.48亿元 创进7级来新高 也是历史次高 每股盈余为3.83元 因应未来业务发展所需 台达电昨天董事会决议通过 向玉龙2201 集团旗下的台原纺织 取得竹北市台原段的不动产 土地面积纪约1121.28平 建物面积约3312.94平 交易总金额约13.6688亿元 由于原物料上涨及后续工程执行 董事会也决议通过追加中立六厂 新建工程款及中立一厂重建工程款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为何指数投资者要打死不卖股票呢 目前自己也是使用指数投资 因为最简单最不用花心思 每隔一段时间固定投入 不管当下的价格高或低 这样最终一定会买到平均价格 再加上如果选到适合的国家或标的 大盘长期网上这个前提 不过有个问题还不太懂 可能需要未来再去看书研究的是 一直买一直买 未来如果已经累积足够财富 一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资产转换 如何逐年资产转换 转换过程太短可能引起税务问题 太长可能又再度面临市场波动 二真正退休后的提领策略 以资产转换来说 虽然每个学派策略不完全一样 但大多建议越接近退休时 要开始把一部分比例的指数化部位 转移到其他波动性更小的部位 例如美国公债或银行定存 但要从退休前几年开始转换 可能就需要好好规划 因为在转换的过程中 可能面对获利造成的税务问题 比方说累积了5000万指数化部位 希望把3000万转移到债券 那要分成几年进行 如果5年 每年600万会不会引发税务问题 如果10年 会不会再转移的第7年指数化部位 又适逢下跌 导致需要调整策略 再来是提领策略 传统的4%提领法 还是后来的动态提领 感觉上指数投资的难处 除了一开始在累计资产的过程中 要抱得住跟严守自己的纪律以外 另一个需要花心思的 就是在接近达成你的财富目标后 要怎么去按部就班达成资产配置 跟思考提领策略了 上面写得很简略 因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让大家见效了 单纯想提出来与大家讨论看看 以及请益 祝大家股票赚钱 早日财富自由 人生自由 说到股债配置 后来看了国外的一些分享 的确也有学者认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全股票反而比股债配置更安全 他的论点是考虑到债券 可能输给通膨等等 A大回答 指数投资长期是必胜 这一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很多人会选择定期定额 这方法长期也是一定必胜的 会影响比较关键报酬率的因素 就是一开始你的起始资金 如果你就是一个小资组 手上没什么资金 你就选择定期定额的投入 最终你得到的报酬率就是市场的平均 有一些人是一开始手上就有很大的资金 结果在大盘净值比2.6倍时投入 例如有2000万 接着每个月投入3万 一年投入36万 这就会大大的影响你的报酬率 因为你一开始大量的资金 是投入在疯狂价的大盘净值比2.6倍 这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化解风险 如果你一开始的资金都是投入在大盘净值比1.75倍以下 长期下来报酬率就会很正常 大概就是一年台股赚的5到10% 配出4到5% 这时会有人说 那我要等待大盘净值比1.5倍 1.3倍 甚至是1.1倍再买 我和大家说 只要大盘净值比低于1.5倍时 大部分市场的人一定都是不敢买的 更不要说大盘净值比1.3倍或1.1倍 之前COVID19发生时 台股跌到8523点 这时大盘净值比是1.31倍 那时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卖 绝对不会有人想买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所谓的大盘就是大部分人平均出来的 如果每个人都很乐观 那大盘净值比就是在2倍 2.5倍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普遍悲观 那大盘净值比就会在1.5倍 当市场的人都极度的悲观 每个人都想要逃 想要卖 那时大盘净值比才会是1.1到1.3倍 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怕 那大盘净值比就不会到1.5倍以下 所以大家懂了吗 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在大盘净值比1.5倍 1.3倍 甚至是1.1倍欧印 那时大部分的人一定是想逃 所以比较行得通的策略 就是在大盘净值比1.75倍时就向下摊平 这时已经是相对便宜了 不过1.75倍这种大盘净值比 一年可能都等不到一次 这就引出定期定额的买 反正你不要极端的在某一个位置买 就是一直复利在投入 时间只要拉长10年 20年 30年 你自然就一定会赚钱 大家应该可以发觉一件事 我懂指数化投资的原理 我也相信长期指数化投资必胜 重点是指数化投资对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要求比较不严格 那为什么我喜欢挑个股呢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我有做功课 我想要得到稳赢的报酬 我还想要得到比大盘平均报酬更高 你想要打败大盘 你就要了解大盘如何稳赢 大家看完上面我说大盘的知识 应该相信我懂指数型投资吧 当我懂指数型投资 我才有可能去打败指数型投资 之前有一些指数型投资者很搞笑 他只懂指数型投资 他也不了解我的投资策略 就一直要和我比绩效 不然就是动不动酸我个几句 时间只要一拉长 他就会发觉他就仅是个小丑 当我们了解指数型投资长期必胜 及影响报酬率的因素后 我们就能从这个地方去打败指数型投资 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你要打败别人之前 你当然要了解别人 刚说会影响指数型投资报酬的因素 一就是大盘净值比的位阶 因素二就是每年台股能赚多少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因素下手 当然就能打败指数型投资 当初我买红海时 股价净值比0.9倍 那时大盘净值比约1.6倍 所以我买的位阶就已经构成 打败大盘的因素一 但能不能真正长期打败大盘的因素二 也要符合 也就是大盘每年赚资产的5-10% 配出4-5% 我选到的公司 就是要比每年赚5-10%多 而且要赚得够稳及赚得够久 红海那时连续32年获利 32年配息 近20年获利平均有10% 所以符合了打败大盘的两项因素 所以五年多前我买红海时 我就知道打败大盘仅是时间问题 一开始大盘表现得比较好 但指数化投资比的就是长期 但一些指数型投资者就把自己当短线投机客室的 每个月 每年的在纳酸 结果时间五年多过去了 最终红海就是打败了大盘的报酬率 这有很令人惊讶吗 这需要什么很高深的功力吗 想要打败大盘 我单纯就考虑两个因素 这样我就能打败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指数型投资呢 其实他们就是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不够健全 很多投资者如果买个股 他就会一直去注意个股的新闻 例如COVID 19让红海工厂不能开工 郑州员工出走 让红海不能制造苹果手机出来 中国茶税 会让红海补税等 这些新闻当下确实对投资者自我心里面影响很大 但如果你做指数型投资 以台湾50ETF为例 你会觉得红海就仅占0050约5%不到 你就不会感到害怕 所以你做指数型投资 你可以赚钱 但因为你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功力不够 你就仅能得到和平均人一样的报酬 你根本没有办法再更上一层楼 进到股市中千万不能偷懒 就算你要指数型投资 你也要自己去组投资组合 这时会有人说 台湾50成分股有50档 自己资金才一点点 其实台湾50成分股中 有一半是台积电 前十大持股就占了七成了 你就买台湾40成分股 这样你就不用每一年给ETF经理人 0.46%的管理费 这些管理费当成自己的报酬 它不香吗 新闻说 AI跨国年会登场 广达秀模型卡位机器人商机 特技大厂广达在日本的5G布局 才传出捷报 最新更预期 AI硬体处于上升周期的爆发阶段 让法人分析 今明两年的获利将连续增长 企业界积极展现AI领域布局决心 像是广达技术长张家渊 30亿出席公开场合 就大谈AI模型相关应用 同场发表演说的也还有台积电院士 李中生分享AI如何推进数位转型 台上东西方脸孔交错 国内外教授 特学家及产业界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人工智慧未来发展 时代基金会纪麻省理工学院 举办台湾年会聚焦AI主题 除了学界外 业界像是广达集团的技术长张家渊 就亲自来到现场进行专题演讲 广达集团技术长张家渊 为了提高生产力 你可以使用人工智慧进行更多自动化操作 这就是AI在做的事情 我们开始把我们所有的努力转移到云端 我们在云端做所有的事情 所有类型的伺服器 且除了伺服器之外 我们还致力于机器人技术 用生动图表解释简易的AI模型 在辉达宣布推出人型机器人通用基础模型之后 国内代工大厂包括广达 音叶达等也都积极卡位机器人领域 广达最新才透露音AI伺服器动能非常强劲 预期GB200伺服器 将于第三季末第四季初开始出货 特户需求火热下 AI硬体正处于上升周期 爆发阶段 也让法人预估广达精明两年将实现获利连续增长 此外AI应用广泛 技术长张家渊在演讲中 一再提及要发展AI医疗产业 广达集团技术长张家渊 有了AI你可以产生更多内容 提供更多新产品和新服务 例如病人的照护 治疗和其他事情 你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 使用我们的大型模型来创建 各种用于任何目的的数位孪生模型 同场发表演说的还有台积电院士李中生 分享AI是如何增强数位转型 为企业带来挑战与机会 业界积极表达在AI快速发展下的应对策略 股价方面 广达间接打入苹果供应链 展开庆祝行情 早盘涨幅一度超过2% 其他AI族群像是围影 英业达也都有买盘支撑 台积电则是持续拉回整理 AI发展左右全球半导体产业 企业们除了紧定AI应用如何落地 也无不积极拓展相关领域 把握商机 文章出自A大个人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